自从2013年去年响应此季万人斋戒活动之后 在马来西亚兰卡威的一所淡米尔小学 开始在校园落实 每周一天素食日 今年志工再一次走入小学 也邀约家长们一起来参与 这一天是素食日 吃汤里一大早就很忙碌 虽然少了肉类 孩子们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今天我吃了我的食材 吃了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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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三个月 然后我感到很生气 之前我感到很累 我希望大家要吃药肉 要保持世界 这所戴米尔小学是在去年 响应万人再见日活动 从此一周一次素食 今年三月志工到学校举办茶会 更进一步说明素食的重要 五月再见月不只是学生 家长也都开始响应 如素救地球不只是口号 也可以是生活中最重要 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大海新闻 尤静辈 林月桂 徐凯杰 马来西亚报道